這隻貓很喜歡躲在這條縫裏 今天下了日日雨 都沒有外出,很無聊 看看,有人拍攝一下 原本有點想說一下 這個題目 看看有沒有事要做 我第一次在我老服一邊拍影片 你喜歡拍甚麼? 原本這個話題是昨天無聊拍的 但今早已經是第二天的事 我今天拍的題目 老婆,你功夫到我打算拍甚麼? 不用 喂呀 我今天打算說這個 有關於抑骨症的問題 我需要你協助 沒有,這次是 這次是… 想說這個… 說得… 不知道能否更詳細一點 新房 有些人沒有看過 不過算了,多數都沒有看過 好,交換一下這個… 這是甚麼事 這是… 沒有事 那… 這個病徵 我想前前後後加上… 應該有… 兩年左右 至今便沒事了 最嚴重的情況 就是… 發生過這個… 自殺的行為 所以… 可能… 如果分享一下 有些人看到這條影片 可能對它有幫助 所以… 都打算拍一下 不過之前也拍過一次 不過這條影片的收音 就很難 有些人都聽不到 說甚麼 那… 對,總之… 每個人抑鬱的成因 不一樣 那我只可以說一下… 我的… 症狀是怎樣 其實那條影片都說過了 即是… 很容易害怕 很容易panic 緊張 很多身體的… 症狀都有的 但今天… 這個… 都不是… 都不是想說 有甚麼症狀的重點 因為基本上症狀來說 其實上網一搜尋 一搜尋 基本上都…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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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大部份都… 症狀都大同小異 那… 因為… 每個人成一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都沒得說 我是反而想… 講一下… 自己怎樣去看待抑鬱 這件事 和… 另外身邊的人去… 是怎樣看待這件事 因為… 我都沒問過我老婆是… 怎樣看待這件事 因為她坐在我旁邊 但她不出聲 她… 令我現在有點尷尬… 尷尬的狀態 很過分 好… 完了… 這一節先 好了… 現在我想… 首先… 有抑鬱的人… 很多人都不敢跟別人說抑鬱 包括我自己都… 遇到這個問題 其實我不是說不敢跟別人說的 但… 有跟別人說過… 是… 說聊天… 當是聊天… 這樣說過… 但永遠都是… 就是朋友… 那種… 又不是說味道很熟的 那… 但我都願意說的 但說出來 你永遠都被人覺得… 有沒有那麼… 嚴重啊… 有沒有那麼辛苦啊… 你誇張而已… 那… 我自己… 做事的… 壓力… 更大啦… 更辛苦啦… 那… 你誇張而已… 就是… 比較… 不… 不被理解 可否這樣說呢… 形容 就是… 外人是… 永遠不會明白… 就是… 我們這些有抑鬱的人的… 感受 其實我當時… 是很嚴重的 每天早上起床 就已經好像要跟… 這個… 抑鬱去… 呃… 怎麼說呢… 打架 每天一起床 就已經是… 處於一個… 不開心的… 狀態 就會… 每天都很辛苦 要令自己開心 都已經是很辛苦的… 一件事 那… 那… 但你永遠跟別人分享 就很難去… 呃… 很難去… 被別人理解 別人永遠會覺得… 是… 你是誇大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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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終覺得你有沒有這麼誇張 我相信是… 這是最常預見的問題 所以… 我自己的做法是… 呃… 我自己的做法是… 比較… 沒有… 不知道是否… 叫奇怪一些的… 還是怎樣 我是… 反而是… 因為這件事 我把我… 身邊的交友的圈子 重新… 叫做洗牌過一次 重新建立過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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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自己的 Instagram 那麼… 雙一直以來 即是… 即是… 無論是認識有多深厚 或者… 呃… 幾那麼… 純粹是一臉之原的 這樣加了Ig, 他們全部都… 被剩下了 所有… 我自己追蹤的人都… 被剩下全他 之後純粹是留下 幾個自己是最好的朋友 在社交模式中 重新去幫助自己建立社交圈子 而當然留得低 在你身邊做朋友 都是會理解你有這個問題的人 所以他們不會有那些 有那麼誇張 有很多沒有建設性的話的人 只要這麼說 我就覺得好一點 漸漸就會 好像每個圈子 沒有那麼多人要注意 而你打開社交媒體 有沒有吸收那麼多資訊 其實你個人相對地 都會輕鬆一點 我覺得 這個也是我自己的一個方法 這樣 來,你的東西凸出來 好,第二個 輕鬆了抑鬱症 Cokey,你不要爬上去 要我的貓爬上去 頂 這裡 在那裡 老婆,麻煩你趕快下來 來 要趕快下來 跳了下來 好快 剛剛說到什麼 抑鬱症 我覺得永遠是被人看笑的一個 有很多 症狀 但是 有些人經常會 說笑 說自己 覺得不好 說自己很神 說自己有抑鬱症 還是怎樣 說自己生活很大壓力 那些 可能他生活 他感覺到會很大壓力 說自己有抑鬱症 其實有時候 很多時候 有抑鬱症的人 都是 表面上 看不出來 都是 抑鬱症 不是 一般幻想 是 狠狠狠狠 每天崩潰 未必在我人面前 會表露出來 我想 怎麼說呢 沒有斜高 有點難說 抑鬱症 這件事 不是 你們想到那麼小事 不過當然 可能當時來說 是自己那天才大件事 才大件事 才感覺是很大件事 因為在我的情況下 你是 可以真的去到 死的狀態 其實現在好起來 覺得 舒服了很多 輕鬆了很多 其實這條片 好像偏離了軸心 好,嘗嘗說 第三個 叫做第三個項目 就是 治療那方面 很多人 開始覺得 你 抑鬱症一定是 你本身做事很大壓力 還是怎樣 當然是有 但做事很大壓力 是他的成因之一 有機會是 因為每個人不同 我不可以斷定 他 這件事 那 但至少 抑鬱症的成因 是有很多種 不可以單靠 單單一種 成因 去斷定他是抑鬱症的 抑鬱症的主要因素 而我為例 我最尾 找到 我天生的 血清素 是不夠的 血清素 是甚麼 血清素 是 你大概可以想 是一個 身體裏製造快樂的 元素 那 那 我 這個 血清素 就不斷流失 比較容易 不開心 想起一邊 比較負面 那 都是要靠 最後 我是靠吃 控制 那 我就 就是這樣 抑鬱症 就 我當時抑鬱症的時候 看所有東西都是灰色 沒有顏色 就是 做甚麼都不開心 我說過了 去CAM不開心 玩玩具不開心 甚麼都不開心 所以做甚麼 都是不開心的 那 那 有甚麼方法去治療呢 最初 我就是去 找了 心理輔導 因為抑鬱 它是有分 精神科和心理科的 以我所知 心理科就是類似 我剛開始找過方法 就是 找心理輔導 和你去 試一下 改變一下 你的 想法的方法 看看會否好些 但當然 它的情況 是 治療是 需要長時間 一些 不是立刻 健康的 而且 好看你 自己 受不受用 因為 整體醫生 都是要 夾到一個 好的醫生 或者一個治療 才有用 這個方法 對我來說 是 沒甚麼用的 都看了 一段時間 這個方法 大概有半年 但都沒甚麼成效 之後才轉嫁去 精神科 精神科 普遍來說 就是吃藥 就是吃藥 很多人說 建議 不要吃藥 吃藥 很多 對身體不好 其實 是有 對身體不好 我又 不敢這樣說 始終 你這個人 有抑鬱的時候 開心了 你的身體 生活才會 自然 舒服 才會好 那 如果你連 藥都未試 覺得是不好的 就是 我想 都不 都不太好 就是這樣 都不會 對你身體 都處於一個好的狀態 對 不過吃藥 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 它 不可以斷藥 就斷藥 是 醫生說 你可以斷藥 就是 才可以斷藥 那 至於 吃藥各方面 都是要配合的 那 那 我 很幸運 試了 第 四組藥 第一組藥 夾得到 藥 個人 就舒服很多 就是 嗯 首先 這樣說 第一組藥 因為 那時候比較緊急 就是 我已經 嘗試過 自殺 但是 那 醫生有個緊急 不想外出 這些情況 它的藥 一定重一點 那些藥 吃完之後 你對身邊所有的東西 是沒有感覺的 但是 的確 你不會不開心 但是 是 沒有感覺的 就是 外喉 真的很猛 又說 這隻不太好 那我試一下 第二組 第二組 就厲害了 這個 男人最害怕 它 其實 它的藥 多數多多少少 都會有一款 是鎮靜劑的 那 吃完之後 鎮靜劑之餘 再加上其中一款藥 我忘記了名字 是 它的效果 是 有一半的男人 都會 沒有這個生理反應 是不能用到的 用不到的 就嚇死我 那這個 又不是那麼好 第三組藥 這個生理反應 就是 一個 都是鎮靜劑 再加其中幾款藥 它有一個不好處 其他都沒有什麼 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 吃什麼都苦 我覺得很苦 喝一口水都苦 連沒有什麼都苦 總之就不太好 直至第四組藥 好像什麼生理反應都沒有 都正正常常 沒有這麼說 是個人可能有點累 已經算是很好的 那 吃藥這件事都挺神奇的 可能你頭一個禮拜沒有什麼感覺 第二個禮拜 都沒有什麼感覺 那 到了 突然之間 它有一下 真的會好像 腦子通了的感覺 真的 好像突然之間 看東西不再灰暗 就好像很光明 就覺得 哇 那感覺很舒服 就覺得 整件事很正常 那當然 在吃藥的途中 未說即刻好 那你也會有 呃 呃 也會有 不開心 的時間 但已經是少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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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是 就是 沒吃藥之前 我們試過 可能跟我老婆兩個人出家吃飯 會突然之間在那裡哭 但現在沒有這種情況 就是 也會不開心 但已經少了很多 那 那 自此 之後 醫照第四組藥呢 那 就去 慢慢慢慢吃 那醫生就會 看 聞起進度 就會 一路減一路減一路減 減到 直至 對上兩個月 就 斷了 那我就 現在基本上 就算 沒有吃藥 兩個月 都會覺得 即是 不會 不開心 遇到有 壓力的事 就不會說 很害怕 以前是少少壓力的事 都會很害怕 平時少少事都很不開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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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壓力是 或者生活所有的集行都比較容易消化到 那 即是 如果比我以前的那個知道 有好小朋友 應該是覺得很 很辛苦 雖然我們的計劃是 想有小朋友 但知道 應該很緊張 還是怎樣 即是 又要 想著怎樣 找些花費回來 一筆花費 那 現在 現在 即是 其實生活 也有 它本身的生活壓力存在 但我完全 或者感受不到 是一種不開心 很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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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偷氣 覺得很傷死 很辛苦 的感覺 那 這個才是正常人的狀態 我想 其實已經很幸運 很短時間 用了 一吃藥 一吃藥 總之 其實兩年 由 有到 現在斷藥 只是兩年間的事 其實 在益骨裡面 是很短時間 對於我來說 很好運 對於我來說 那 就 就 希望這 少少分享 都 有用 其實我也不知道說了什麼 對 只不過是 有問題 可以問一下 稍後我會做一個 題目 我也想問 不如讓我 老婆有空 好 就這樣 對 對 怎麼了 好像很緊張 不是 我覺得你很緊張 我覺得你很煩 好… 老婆…我想問你 我當時抑鬱你和我相處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 擔心居多 好 不知道做什麼 好 不知道做什麼才能幫到你 不知道做什麼才能幫到我 嗯 嚇壞人嗎 好,繼續 之後呢 沒有之後 好 怎樣 怎樣 你察覺到 我去看醫生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怎樣 還是好事 始終醫生比較專業 嗯 嗯 好,看完醫生 然後斷定了 真的有抑鬱 那你的心情是怎樣 我又沒甚麼 只是看你的心情是怎樣 我的心情是怎樣 好的 那好了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對,那… 你發現到在家裡 這個…出事的時候 對 你有甚麼感覺 那天 當然害怕 我也想不到這麼嚴重 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是第一次 出事只是輕生的意思 你說那天吧 對 就是 對 超緊 超緊,對嗎 對 不知所重 那… 沒有了 你的… 你的… 你的感受就得到 那一刻的腦空白 還有甚麼感受 當然會先撈起你 你去做甚麼 那… 之後第二天呢 第一 害怕 你做甚麼都害怕 嗯… 不聽電話又害怕 嗯… 是 那時候你不聽電話 很緊張 你很緊張 到處打 我都聽不到你的電話 你便在找 好的 那… 那你和一個有抑鬱的人相處 是否很累 其實 那累不是體力上的累 而是心理上的累 那累又不是很辛苦的 那累是想辦法跟你去舒緩 是想到很累 但最後都想不到甚麼 只能靜靜地坐在身邊便足夠 覺得太多東西 有一次… 那… 那… 都是沒有故於事 那你有沒有這個… 電意給這個… 呃… 身邊… 怎麼說呢 有抑鬱的人 身邊的人 是呀… 是呀… 身邊那個… 沒有抑鬱的人 就是陪著他的人 有甚麼建議 是呀 嗯… 沒有呀 我覺得… 真是… 陪伴就已經很足夠了 說了多少 其實沒有甚麼… 不是沒有意思的 但是我覺得… 陪伴比你每句話重要 因為… 我自己之前也… 有看過很多… 就算不是抑鬱 之前也看過很多東西 當然別人不開心你 不要不開心啦 不要哭啦 那反而那個人更加… 容易哭了出來 但我也犯了這些錯的 就是… 我知道有這個… 這個理論 但是… 最初我都會… 即… 自發性地說了一些東西出來 但其實… 是知道沒有幫助 那… 後來… 習慣…習慣… 習慣… 那就OK了 配伴就夠了 就是這樣 夠了 那最後到現在… 正常化 是不是覺得 很快脆的整件事 嗯… 或者… 有甚麼感覺 還有是不是… 好像幾個問題 是否跟… 真的到現在康復 還有到真的有事的時候 我給你… 我給你的感覺 那種… 氣場或者… 散發出來… 散發出來的能量 是否差很遠 都有少少分別的 噢… 少少分別而已 很明顯的 我只要我自己覺得 好像很不同 都是的 有甚麼不同 有甚麼不同呢 嗯… 不懂得形容 就是那個氛圍的問題 對 都是那種感受 是嗎 嗯 實際上是… 現實上是沒有甚麼改變的 就是… 那間屋也是這間 貓也是那時而已 身邊的那個… 就是… 物質上沒有甚麼改變 嗯 但實際上那種感受是… 很不一樣的 嗯 是否這樣覺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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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好吧 我訪問… 訪問完畢 算是訪問完畢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得到 這個… 有用的資訊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 說了些甚麼 剛剛我都… 不過就是這樣 只要說一句 始終… 抑鬱的人呢 就… 呃… 呃… 每個人… 經歷那個… 事情 或者那個成因啊 生活的環境啊 他們的朋友 每個人都不一樣的 只可以說… 只可以說抑鬱症這件事 是牽涉到很多東西的 即是不可以說 同一種方法就… 呃… 適用於所有人的身上 這個確實是事實來的 我覺得 即是… 雖然這樣說好像很廢 但實際上 每個人的情況都不一樣 即是好像我老婆 生… 鵝BB那樣 她有的反應 都未必跟其他大老婆一模一樣 對嗎 其他太老婆也不會走不到的 她現在走不到 即是抑鬱也是這個道理 不可以套落去每個人的身上 是不是這樣說老婆 沒錯 說得很癢 非常好 所以還是大家看重吃飯 那… 只可以… 我的感受就是這樣 是的 尤其是… 要… 長輩去明白是需要浪費很多時間的 或者… 他們甚至可能都不會明白 抑鬱這件事的 即是你… 即是… 如果說過幾次都不理解的 或者身邊朋友都不理解的 即是你不要強求他們去… 即是以外國度 嘗試一下自己… 找方法去… 消化吧 因為… 你只要… 知道… 要別人去理解你和… 其實… 跟你同一陣線 其實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但相對地 如果你自己做得到 不管其他人的目光 或者… 想法 就會… 容易很多 輕鬆很多 我是這樣看 還有記住 有甚麼事都… 找人幫忙 看醫生 看醫生很重要 我覺得 最初我也有點抗拒 不過看醫生是很重要 好了 今天這個… 還沒想到題目的… 還沒想到題目的影片 就完結了 你是不是很喜歡說 好像那些YouTuber 不說 叫你甚麼訂閱的那些 不是 交給你說 我不說 為甚麼 你很喜歡說 你在家裡說得很興奮 再見 沒問題 好吧 我先嘗試說 有興趣就訂閱 沒有就… 有她 喜歡留言 讚好 和分享 等一下 等到叮叮鐘 好吧… 大概是這樣 其實我都不太廣告出口 我的IG在樓下的下面 可以… 有的就按下去按一下 就是這樣 再見… 再見 再見 說了 再見 再見